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篇大论去跟人家演讲了 不需要 真做到了 神教做出样子给你看 你一看还不明了吗 别说还有效 说了听了未必是真的 真正做到了的时候 那人家看到 那这个不是假的 像印光大使 我们在印光大使传记里面看到的 那个传记不是随便写的 不是造谣言骗人的 印族在七十岁那一年 这个蚊虫跳蚤不要头 这个房间里面 原来有蚊虫 有跳蚤有这些东西 他老人家就一住 那些东西都搬家了 都搬走 这些小动物 都有灵性 那是个有道德的人 不能够骚扰他 他在修订了 不要去扰乱他了 小动物都会牵丹 就搬家了 他都搬走啊 他都搬走啊 何况是人呢 哪有不能感动的呢 如何感动呢 成真诚 你没有能感动人 你的真诚心不够啊 果然做到真诚了 没有不被感动 中国人讲孝 讲这个孝子 历史上 第一个就提出圣王 为什么提出他呢 他的父亲 父亲没有什么了 后母后娘啊 虐待他了 折磨他了 父亲也无口耐忽 跟着他的后娘 听他后娘的话了 这般折磨 他以真诚感化 到最后一家人都被感化了 这叫大笑 遥忘听到这个事情了 世间有这样一个好人 把两个女儿嫁给他 王位传给他 他能够感动他一家人 他就能够感动天下人 在家里是个好儿子 那做皇帝一定是个好皇帝 真诚 这个要紧 映光大师 在这个了凡四讯序文里都讲的 圣贤的大道 圣是佛 圣是菩萨 圣贤大道 为臣名而已 就是那两个字 一个是臣 一个是明 明就是般若智慧 真臣智慧 那就是佛菩萨 所以我们 待人 对四 对无 对一切万物 用真诚信 绝没有一丝毫的隐瞒 没有一丝毫的欺诈 完全处置于一片真诚 你不要误会 我以诚信对他 他来骗我 他真的来骗我 又有什么关系 他骗我 顶多骗个几十年 了不起 几十年之后 我到西方经络世界 当菩萨去了 那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不甘心 不情愿 哎呀 这几年呢 他欺负我 我忍受不了 那好了 你就搞六道路回了 这个账啊 要好好的去算算 好好去想想 亏迟大了 要忍 忍忍之俗 不能忍 我们都要能忍 这一关通过了 这一关通过了 禅定就得到了 薄弱就现全了 忍辱这一关 一定要通过 不能忍就不能成就 到人受不了的时候 你就是念经干净 念到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那还有什么不能忍的 根本就没事了 都是假的 祝福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